市的主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地上许多物品散落一地 甚至还有一大片血迹 旁边还有一根很跨马路的水罐 警察封锁现场 因为凌晨在这里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死亡车祸 车祸发生在新北市三重区光复路 无信驾驶从大楼地下停车场开车出来 刚开出停车场准备要右转时 直接撞上了正在修补水罐的保全 不过撞到人后 无信驾驶并没有马上下车查看 而是又把车子开回地下停车场 停好车后才回头查看保全伤势 所幸这时有民众路过马上报警 警方赶到现场将保全紧急送医 不过经过抢救还是伤众不治 无信驾驶酒测值为0.58 警方最后野医公共危险罪嫌将无难移送地检署侦办 以上最新主播